DC Back哲语追思会!乐团好友们耿叶频爆料! DC Back主唱陈慧平台上数度哽咽! 图特乐记者正年姚舍!2018年3月4日! 乐团TC Back贝斯首曲折于1月23日离来时事! 3日在台北Legacy举行In Music,We Trust,MDFK,哲语追思会,现场粉丝不断涌入,有人带着花,有人带着啤酒,哲语的朋友与粉丝为他齐聚。 DC Back主唱陈慧平台上几度哽咽,他表示,今天是TB已复出的第一场演出。 Dizze Back 话语一出,歌迷忍不住频频事累。 Dizze Back为哲语在台上留了位置。 Dizze Back 图特乐记者正年姚舍!2018年3月4日! Dizze Back Dizze Back 主唱陈慧平与鼓手林前缘仪上台,歌迷尖叫一片,就像是哲语仍在的样子。 他表示,虚凶很谢谢大家来,他在最后其实很惦记大家,他就是这么简单的人,有音乐他就很满足。 他笑说追思影片中的哲语与TB认识的他很不一样,一直是好好先生的他,因为是天蝎座,所以相当神秘。 但他曾经见过他的另一面,TB有一年去美国演出,与亚买加乐团合作租借乐器,亚买加经纪人在演出前忽然跟我们收乐器费用。 许兄当时很果断的说:"不行!我们要看到乐器。 我超惊讶好好先生了他,竟有这么果断的一面。 伤心欲绝主唱许正太分享与哲语的趣事。 图特乐记者正年姚舍。2018年3月4日。 追思会现场除了压轴演出的TCB,还邀请了哲语的其他两组乐团法兰黛及Green,Ice,并请到他生前最喜欢借热烈推荐的两组乐团伤心欲绝,落日飞车,现场气氛虽感伤,但仍笑忠带累。 伤心欲绝主唱许正太表示:"我们这团没大没小,但认他是前辈。 他笑说:"有次何哲语在婚礼遇见,对方邀他一起搜集塑胶电片,他向著迷四一捉捉搜集,但是据各位所知,我根本没有电吉他啊。 。 话语一出,现场歌迷笑成一团,他思索片刻低语,现在这些还在我的房间,我想会找个罐子将他们装起,然后放在房间的一角。 。 Grain! Ice朱唱老王嫉妒泪。 Grain! Grain! Ice朱唱老王在台上数度哽咽,他哑住嗓音说:"他如果没生病,我们今年第15年,或许正在筹备15周年活动了。 他忍不住哽咽,我以前觉得自己不想面对人,但是现在他离开了,我讲不出话来,不好意思,还是唱歌吧 法兰黛主唱Sam与哲昱是多年好友,他回忆两人相处点滴,今天哲昱也跟我们在一起,我跟他认识好多年,前几年我失恋,他在我家陪伴了一整晚 话锋一转他笑说,然后把我哭得很惨的照片传给所有认识的人 一说完,台上台下都笑了 法兰黛主唱Frank回忆与哲昱相处点滴 图特约记者正年姚舍 2018年3月4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